开始商讨了吗 我们三个这个环节可以基本放弃了 我觉得 你想点子你能想 咱们是想象策划一个东西 录下来就行 是不是这意思 你可以不用录下来 我制作一个APP出来 然后你给他讲 APP是啥呀 APP就是一个策划案嘛 就是策划案 对 就是你在跟所有客户沟通的时候 都有一个策划案 就一步一步都写出来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俩子会弄吗 不会 只有糖酒粥会弄 咱们啊 我觉得咱不会做PPT 要不咱就拿笔写 到时候从头到尾一面 写画 行 咱们先把主题想出来就行了 关键你还得女生喜欢 嗯 露营生日 露营的生日也里边差点主题吗 浪漫点吧 迪士尼或者说复古 回归八十年代 或者说周周记主题公园 习木尧骑着电子霸王龙出场 或者说是一个唯秘的舞台 类似这种舞台 那这房子基本在图着呢 观念就得细化嘛 你先构思 淳哥 我给你画图 书给你写 导演 动纯 导演动纯来吧 我说我这边有个标准的框 生日策划 聚会地点 那就是在一个露营的环境 弄点小礼物是吧 我们的APP是那个 你把它头换好 其实基本上APP就是这形式 对 他们那边也弄好了吧 来我们现在可先开点讨论啊 好 我们先讨论出一个概念了 因为咱们是只出概念 也不用给人办 概念那随便 所以就使劲瞎想就行了 天花乱坠 就随便 其实就是随便盖嘛 对啊 就是随便 要用钱砸他就砸他 两吨 钻石 三十克拉以上的 就砸他脚 关键是人家知道 肯定实现不了 你现在只能讲故事听 你那没意思 对吧 人家现在你就只能编织 一个美好的故事 游乐园 俗气 海底楼 就最俗 这还是 还是概念跟故事 还是做的不是很好 让他看了他的节目呢 我上次去舅舅家 他奶奶不是喜欢看那种 霸道总裁小说吗 嗯 我们演了一个霸道总裁 我演的很老霸道了 我想看霸道总裁 你先来一个 你想看谁吧 我想看你 行啊 让他坐下来 坐这儿 那坐这儿 今天消费啥了 哈哈哈 坐这儿 你看前面大嘴霸 给你呼你在这儿 这不就霸道总裁吗 不是 霸道总裁是这样 这两百万不花完 今晚不许回家 哈哈哈哈 气泡音呗 嗯 你给我在网上搜索 霸道总裁语录 这语录太多了 你给我来一句 你最喜欢选一句 我听听 你 我要订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在我自己用的东西上 印上我自己的标志又如何 很好 居然你敢反抗我 很好 你已经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 来说一句话 居然你敢反抗我 很好 已经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 你们三在聊啥呢 谢谢